优优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支小柴是咱们北京寄阳播来的 我叫它刚来的会儿照是能叫 开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只要它一叫过肯定是有神 一叫到有神都经常过去看它去 但是我们过去看它去吧 就没眼看着没怎么回事 它都说话蹦 其实它这个行为过 都是想引起着主人的注意力 过去给它玩啊 或者是怎么着的 后来我不打了它的 慢慢地慢慢地过来 这个劲儿都不交换了 到现在啊 你看不管把它放在笼子里 还是放在小可狼的在喂那里 都没事 其实上有的狗狗说的 这狗刚接回家的时候 狗肯定是用它 肯定是都会叫的 狗狗一叫的时候 你都过去你不摸它 你不离它 时间长如何过 它自个儿都不交换了 其实狗狗的主人 大早就想要接走它 但是因为背景上面 疫情比较严重 一直被接走它 这一段时间 那边疫情差点了 咱们这个洗澡把控制 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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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起来 其实做的这个 性格挺好的 也随行 手机就是把它放在草莓上 松开剩子 随叫随造 小鸡肉 箱子 黑鸡 毛 这个小家娃是咱们背景的放过程度 有点因为一条一直咱们要给它发头 甘心的 去呀 喝点 其实它们用的 一样 explanation Campus 这个叫腰花 走近那儿走 大家刚才看到我们把狗送到拖运车上的时候 很多人一直对我们的拖运过程很感兴趣 就是想要知道专车拖运是个什么样的车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辆伊威克 伊威克里面拉了很多只小宠物 看到了吧 然后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 大家看上面是不是有一个小空调 这就是最重要的 因为咱们知道在夏天拖运的时候 这个狗狗是非常怕热的 我们接触到的宠物拖运有很多年了 最早的时候这个是不存在的 随着国家的一些政策 还有一些部分原因 航空和火车拖运宠物越来越麻烦 不得已这个行业就诞生了 就是有专车从北一直跑到南 然后从南边再跑回来沿途接送宠物 这就是专车解锁 这个还是比较稳妥 想必很多人肯定会问我 云飞你用到哪一家的宠物拖运 那我告诉你 哪一家的宠物拖运不要紧 最重要的就是你了解这个人他是不是负责 那我们所了解的就是石崖庄这一段的 因为我们所有的宠物都从他那去安排 而且我们合作了很多年 但是如果你在换个城市呢 那个人是不是负责任 那我就不知道了 如果他负责的话 即便是小的退运公司 照样咱们也放心 是不是 所以我说无论是什么行业 人呢是最关键最关键的一个因素 只要人负责 无论他的公司是大是小 都是让人放心 对不起